提起刘欢家喻户晓 他是音乐人 也是个歌唱家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出道三十多年的刘欢 有着多重身份 他不仅是音乐人 更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师 因为性格低调 刘欢一直坚持认教的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现在是网络时代 没有永远的秘密 有位网友 曾在微博上 表达了对刘欢老师的敬佩之情 字里行间 都是对刘欢的称赞和尊重 也是因为这位网友的分享 许多人才知道 原来顶着歌星光环的刘欢 一直在低调授课 而且在三持讲台上 他一站就是整整三十年 做一件事情容易 坚持却很难 刘欢的这份坚守和付出 让人无比钦佩 其实在演艺圈的名刃中 当过老师的明星并不少见 比如黄磊 都曾是老师 只不过他们的认课时间并不长 像刘欢这样 在讲台上默默奉献了三十年的人 更是极少数 刘欢的从教之路 要从1991年说起 那年刘欢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老师 主要教授的课程是西方音乐史 虽然这门课只是选修课 但因为老师是刘欢 所以每年都会有许多同学报名 最夸张的时候 因为报名人数太多 最终只能采取电脑筛选的方式 来选择学生 即便如此 每堂课的听课人数 也都在三百人次以上 足见刘欢的课有多受欢迎 其实学生选择刘欢的课 除了敬佩他的专业和博学外 还喜欢他的幽默感 理论课难免枯燥 但刘欢总是有办法 让课堂变成欢乐的海洋 刘欢不仅幽默 还非常谦逊低调 他在做自我介绍时 永远都是将右手放在左心房 用温和的声音说 我叫刘欢 没有明星的光环 没有太多的头衔 简单的四个字 就能让人感受到 他的真诚和善意 此外 在课堂上 还有一条注意事项 原话是 希望不要出现 让我唱一首的要求 站在这里 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 站在舞台上 他是万众瞩目的歌手 站在三支讲台上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 赤子之心 令人敬佩 他曾经说过 老师才是我本职工作 唱歌 只是课外活动 刘欢的原则性很强 只要走上讲台 他就只专心 讲课本上的内容 知识以外的事情 他从不多说一个字 有的学生说 其实 听刘欢老师的课 你完全感觉不到 他是一位名气响亮的歌手 和普通老师 没有丝毫的差别 正是因为分得轻 所以刘欢的课 含金量才会高 他上课条理非常清晰 思路逻辑缜密 从来不会夸夸气谈 说些无用的东西 更不会吹嘘自己的成绩 在他看来 成绩只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不是炫耀的资本 而他要做的就是 将肚子里的学问 传授给台下的学生 不过 当刘欢默默授课 三十年的消息爆出后 有人禁不住问 刘欢是歌手 他怎么会教授西方音乐史呢 其实这和他大学的专业有关 虽然一生从事音乐 但刘欢大学时学的是法语 他不仅对法国的音乐熟悉 对整个欧洲的古典音乐史 都非常熟悉 甚至最难懂的欧洲古典歌剧 他也能轻松驾驭 正因为足够专业 所以刘欢上课时 不使用电脑 也不用幻灯片 只把课程章节 关键人名和地名写在黑板上 内容全凭口述 看似简单 但他的授课内容颇为丰富 简直就是行走的音乐百科全书 而且刘欢上课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了避免课堂枯燥乏味 他一般会先划分大时代 将同学们代入到那个时代背景中 然后再仔细讲解 各个时代的音乐风格及代表人物 偶尔也会穿插一些音乐家的异文趣事 有一次他讲到法国某作曲家唱歌剧也十分动听时 突然冒出一句法国好声音 话音刚落 台下传来了同学们大笑的声音 有人还曾统计过 短短一个半小时 笑声至少二十多次 课程内容清晰明了 再加上幽默风趣的故事 一堂课下来 同学们非但不会感到疲惫 还会觉得意犹未尽 也因此 刘欢老师的课 不但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 还打动了一些歌手 极客卷议就曾跑去蹭过刘欢老师的音乐课 刘欢不但上课用心 对同学们更是关爱有加 他坚持自己擦黑板 每次考试 都会亲手将试卷发到同学手中 还会给他们加油打气 谦逊又负责的刘欢 得到了同学们的盛赞 即便是用大学讲师的标准 来衡量刘欢老师 他都是抄格的 曾有人好奇地问刘欢 如今您可谓是功成名就了 为何还要坚持当老师呢 刘欢回答说 我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 这样你也是年轻的 大学生走了一批 又来一批 都是那么大的 所以我感觉我也没有变 说到底 刘欢是一个很有功德心的人 他不以名人而自居 哪怕荣誉满身 他也从未忘记身上的那份社会责任 他深知 教书与人是造福后代的事 只要自己能出一份力 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乌与横流的社会 人们总是容易忘记了初衷 甚至都忘了为何出发 但有人却是例外 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初心 用一生的年华 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 刘欢就是如此 在讲台上 他一战就是三十年 同样作为歌手 虽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他对音乐的热爱 从未有过丝毫的削减 刘欢最早和音乐结缘 是在大四那年 那年刘欢先后夺得了 法语歌曲比赛 和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的冠军 这给了他足够的信心 他在心里安安发誓 余生只与音乐为伴 不过刘欢并不是一个功力心很强的人 1986年大学毕业后 他没有着急去闯 也没有着急成名 而是主动去宁夏石嘴山 做了一年的支教老师 在那远离都市 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 和车水马龙的干扰 他就在深山里专心讲授音乐 而这一年的深山生活 也让他有了清晰的人生目标 就是做一个纯粹的音乐人 在支教的时候 刘欢得到了去央视录制 电视世界晚会的机会 并深情演唱了法语歌 愿我们重相会 这一夜之后 刘欢火了 随着名气的增加 各大商业演出的邀约 如雪片般飞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利 刘欢并没有错乱了脚步 更没有改变 他的音乐的痴迷和狂热 虽然成名多年 但他并没有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享受 而是一直在不断地精进自己 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其他的新东西 无论是电子音乐 爵士还是戏曲 中国风等元素 他都来者不拒 只为了让华语音乐更丰富 尽管唱片行业日渐示威 原创音乐不受重视 可刘欢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通过参加中国好声音等节目 向公众发出 舅舅原创音乐的呐喊 并且努力挖掘袁亚维 吉克倦义等实力派青年歌手 为华语乐坛增添新鲜血液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音乐没有原创 注定是死路一条 只有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用真本领说话 给他们创造机会 他们才会有出路 音乐才会代代传承下去 刘欢这颗诚挚的赤子之心 正是当下浮躁的社会所需要的 就像他在课堂上 对同学们说的那样 音乐和所有的艺术 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不停的 对美好的追求和探索 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文明 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延续生命力的原因 因为人们心底需要这种美好 音乐是美好的 同样刘欢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当歌手 只是因为对音乐无比的热爱 当老师 只是希望为音乐教育事业 尽点微薄之力 当导师 只是想挖掘更多优秀的音乐人才 多年前 乐评人戴方提到刘欢时 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刘欢是成名最奇特 成名时间最长的歌手 他的音乐从未时尚过 但也从未过时过 他一直远离歌坛的热闹生活 却一直被大众和歌坛所尊重 他一直无欲无求 却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众多机会 他一直以学校和教师为荣 但他的歌曲 却获得中国最大众化的认可 他唱红的歌曲极多 却对出唱片漫不经心 诚如戴方所说 在纷纷扰扰的歌坛 有人来去匆匆 如一阵风一缕烟 并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刘欢不同 他配得上得意双心四个字 他也让我们看到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词叫坚持 对 谢谢大家